四年了 我们终于在飞机上 又可以看到空中乘务员的微笑了 五一之后 如果您搭乘航班的话 会发现一个很巨大的变化 那就是几乎所有飞机上的空姐呢 都把口罩摘下来了 真是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呀 四年以来 任何时候你搭乘航班 你都会看着空姐会戴着口罩 再也看不到他们美丽的微笑了 而最近根据国家民航总局的要求 戴口罩令已经被取消了 各大航空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安排 要求空姐把口罩摘下来 当然我们现在并不是强制摘掉口罩 而是不再强制戴口罩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过往四年的时间呢 空姐恐怕是人群中戴口罩时间最长的群体了 哪怕疫情这个字眼都远离我们 很久很久了 可是他们还戴着口罩 当然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朋友也经常戴口罩 甚至身边有朋友说啊 由于过往两年戴口罩 所以他都形成这个习惯了 每一次去到一个公共场所 去到一个大商场 会突然下意识的反应 哎呦 我没戴口罩怎么进去啊 当然 马上大家又释然了 疫情终于远离我们了 我们进地铁也好 进公共场所也罢 是可以不戴口罩的 而终于连空姐都把口罩摘掉了 我们真的是可以感慨的说一句 我们再也没有疫情了 但是当然 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朋友 习惯戴口罩 因为大家觉得啊 城市生活中总有各种各样的灰尘 尤其是到了春天呢 可能还有很多花粉 有很多人有过敏 这个很正常 而且过往四年间呢 戴口罩也引发了很多争议 比如说有的人就讲啊 戴口罩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可以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但也有的医学专家说 长时间的佩戴口罩呢 实际上是会降低自身免疫力的 包括我们也建议说 对于那些幼小的儿童 也不能让他们长期戴口罩 不然身体是会出问题的 而我们今天 在各种各样的公共场时 终于可以看到 大多数人都不再戴口罩 我们可以看到 一张又一张真实的面孔了 只不过当然 我们非常清楚 人类社会总是会面临 各种各样的瘟疫 比如说非典之后 也就十几年 就迎来了新冠呀 所以今天没有疫情 我们就享受着大好的春光 不戴口罩 而未来如果有一天 什么样的疫情卷土重来的话 我们还是要拿起口罩 这个能自我保护的工具呀